香蕉是台湾重要的经济作物 也曾让台湾被誉为香蕉王国 但有个冷知识 你可能很少注意到 其实 节省我们常吃香蕉的植物 它并不是树 而是草 它是属于大型的草本植物 正式来说叫做香蕉植株 而我们吃到的香蕉 是香蕉植株的果实 它的叶子 花跟金布 其实都有不同的用途 香蕉植株显露在外 像是树干的 是它的甲金 被称作叶翘 而它真正的金 是长在地底下 长在地上的部位 是它的叶子 香蕉的叶片大又长 呈植圆形 因此常被拿来 当作食物的容器 香蕉花苞的体积大 呈紫色 香蕉花藏在花苞内 日晒后可以做成香蕉花茶 有舒适者会拿来 当作海鲜 鸡肉的替代品 部分香蕉品种的叶翘 能够抽取纤维 被称作香蕉丝 像是葛马兰族 特有的香蕉丝织布 除了衣饰 也能编织成包包 帽子或是绳索 人生福报赵一宁 台北报道